位於枕頭山下的古老佛寺 占地60公頃的國定古蹟 耗製20億台幣 由108根千年塊木所建構的雄偉佛墊 完全以木頭砍箱搭建完成 沒有用到任何根釘子 每年5月還有美麗的道釣蘭花牆 這裡的樹齋超澎湃 台南白河大仙寺 哈囉大家好我是肥貓 我們今天要去白河的大仙寺 大仙寺成立於康熙40年 至今已經有320年的歷史 是一個著名的風水寶地 傳說為仙人拋王雀 大仙寺的好風水 甚至引來清朝時代 台灣官職最高者王德露的助益 王德露出生於台南白河木基寮 之後舉家前往嘉義太保 櫻桃發淡水王海盜蔡千有公 升官到浙江提督與福建水師提督與太子太保 並視後封清朝伯爵 嘉慶14年 王德露之夫人築於廈門 王德露捐款白銀千兩 將大仙寺由寺廟西邊的舊寺 前往東邊的新寺 大仙寺舊寺 則讓給王夫人當浮屑 道光24年 傳言王夫人不耐大仙寺終身吵掌 托夢給後代子孫 簽葬回家義太保與王德露合葬 淋穴看起來也不是人人都能住的 大仙寺的龍脈來自於大洞山 穿過黃牛山後 延伸到枕頭山來 大仙寺在枕頭山下 枕頭山共分五脈 大仙寺在一二脈之間 遠看猶如撒出的魚網 顧名仙人泡網 枕頭山就是王餅 從枕頭山往下看 真的是氣勢非凡 大仙寺占地60公頃 廟區相當廣闊 也很幽靜 從停車場往廟內走 通過大山門 即可來到第一層的寺廟廣場 這裡有著名的古蹟 燕尾集小山門 小山門之美 在於它古樸的造型 三層的燕尾集 已扮遠移向天空 外門堤 南無歐密陀佛 內門堤 海天佛地 小山門的左邊設有龍池 右邊設有古山 池奶為了補足大仙寺風水的缺陷 古边有水无山的问题 并加设龙池予以平衡 龙池是许多摄影者的最爱 很有左营龙骨塔的味道 远处的普通塔城要拆除重建 现已作为古迹保留 进入小山门 就可以到第二层四前广场 与大雄宝殿 大仙寺大雄宝殿为日本寺庙与建筑 外貌仿造日本奈良大佛寺 为全台仅存两座日寺庙与之一 大雄宝殿内部因为是古迹的关系 摆设古服 不过分装饰 大殿左侧则有嘉庆22年 亲命福建水师提督 指觉王德陆进献之 大发慈悲匾而一作 大雄宝殿后殿 则是明彩绘师 潘历水的大悲出像图 大悲出像图 是画出大悲咒中的诸佛法像 主要是观世音菩萨 与尘世普度众生的各种相貌 共八十八尊 是有名的佛教古迹绘画 后殿柱子上 常有文殊菩萨 相摸楚记 是四十五度斜角文字密文 每一句的结尾字 取其偏盘或副手 再当作下一字的字首 如此反复将九十六字绕一圈 就成为一篇精彩的劝世文 我们是真的看不懂啦 会看的可以留言教我们哦 中殿观音殿也是古迹 庙语形态很气派 中午吃树栽的功德香也是在这里 殿内有清玉宝石雕刻而成的 牵手观音 相当细致可观 往后殿三宝殿走 才是大仙式真正华丽的地方 耗置二十亿台币打造的后殿寺庙群 连墙角瓷砖都相当细致 三宝殿全由千年块木建造而成 欣赏重点在它华丽的屋檐楼 一入三宝殿 一入三宝殿 抬头往上看 就可以看到不用一根钉子 全部都是砍迁的华丽原木两拱 层层叠叠叠的原木雕画 交错复杂的快木勾弓 再在显示大仙式的豪迈气势 来大仙式参拜 千万别忘了到霍山来 参观这美丽的快木神殿哦 再往后面走 则可以到大仙式的风水靠山 这里是欣赏大仙式庙与建筑的好地方 再往上爬到更高一层 则是大仙式风水靠山的最高点 清凉洞 人少数多 有点与世隔绝 清凉洞 完全是大仙式为了强化风水 所设计的法山祭坛 有兴趣的人来看看即可 因为离吃饭还有不少时间 先到白河赤中寺 看石户南瀑布 两地距离七公里 开车约十二分钟 虽然村庄内有合体可以停车 因为人车都很多 如果能走路的话 车停大同路即可 走进去约七百公尺 石户南又名道吊栏 生性强健好照顾 繁殖力又强 非常适合台湾的风土气候 石户南开起来一串串的 花长可达1.5公尺 这里的石户南种了好几面 开花像瀑布一样 很壮观 屋主很佛心 是完全免费的景点 适合爱花的人来走走 花只到五月中喔 午餐选择大仙寺的树栽 这里的树栽以分量澎湃而有名 完全不怕你吃 满满的树菜随便你夹 完全是吃到饱的概念 这样夹一盘还水洗 真的很有诚意 树栽不质量多 师傅煮的也好吃 树肉香气扑人 入口却不油 推 炒番茄微酸带甜 好吃 也推 炒笋子也嫩 好吃 我突然发现 你不会是分量够都说好吃吧 不是这样的好吗 你看这碗土豆牛泡汤 真的是下重粉 大推 吃饱喝足后 节目也到了尾声 小频道经营不容易 如果您喜欢本节目的话 请帮忙按赞加分享喔 我们下次见